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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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问你们是早上 也是台北 感谢你们 就是 这一趟真的不容易 就是要来这里 除了时间要充裕 然後也要很順地来 能够来到这边都是允愿的 謝謝你們 很高興你們來 比較特別 其實這原本是我們的雞舍 就是我們養雞的地方 因為我們買東西不保證 我們是養雞嘛 然後當我們決定要把 這邊變成咖啡園 就是有點像是 讓大家認識的地方的時候 我們就把雞 一隻一隻的感恩的放到肚子裡 以前還在讀書的時候 因為我大學就在北部讀書嘛 我那時候還是很少回來 我為什麼很少回來 第一個當然是因為時間嘛 因為從台北回到阿里山 那以前當然沒有車子 都是坐大宗運輸 也沒有錢坐高鐵嘛 然後所以都是搭客運 然後再轉公車 除了時間以外 我覺得最重要的時候 那時候沒有金錢 因為其實回來一趟來回這樣 時間跟成本要花費得很多 所以我學生時期 其實沒有常常回來 那工作以後 想說有一點收入了 是不是可以變得比較長回來 沒有 因為我的工作是輪班子 我有錢可以回來了 但是我沒有時間回來 所以我反而工作以後 還比在學生時期更少回來 當我久久回來一次以後 我就發現了 我父母的不管是頭髮 或是皺紋 白頭髮跟皺紋都慢慢地出現了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 很長一段時間一直思考說 自己是不是要回來了 自己是不是要回來陪伴父母 對 那 其實是掙扎滿久的 因為畢竟已經在北部讀書 然後其實在北部有工作 所以我在那邊已經建立了 自己的人脈了 我有自己的人際關係 我已經習慣那邊的生活步調 然後我的工作其實也相對的 蠻穩定的 就是時間到了前追進來 然後一切都其實都是很順的 可是如果說我要回來南部 回來嘉義的話 等於這些都要斷掉了 所以 所以那時候其實自己也是 蠻掙扎的啦 我們那時候其實都一直在思考 一直討論一直的亂想 就是到底可以做些什麼 所以我覺得 我們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資源的盤點 盤點我自己有什麼樣的能力 然後也盤點說 我老家我家裡有什麼資源 我可以做運用 對 這時候 我就想到 我們就想到說 其實我家種咖啡 已經種了二十幾年了 對 可是我們家種的咖啡 都是用 一級的方式去做販售跟銷售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咖啡都是賣生豆 就是沒有經過烘焙過後的豆子 然後賣給三家 或是賣給中盤 對 可是 就是沒有建立品牌 然後也沒有後續的發展 但唯一 比較好的是 它就是可以直接變成現金 就可以很快的變現 可是在很快的變現同時 這個咖啡它的利潤是最低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在想說 因為我自己已經在外面這麼久了 其實我對田園 田園管理這一塊真的是很不擅長 我甚至每次要去田裡面 去山裡面 幫父母工作 我反而是一個 一個 累贅 對 因為我很常跌倒 所以我那時候就在想說 既然說我在田園的方面不行的話 我是不是 從後端 我來去做品質 我來去做行銷 我來去做銷售這塊 可是 我這邊還是要感謝我的老公 對 因為我那時候 我在掙扎的時候 其實我的老公給我很大的勇氣 他當時還是我的男朋友 我們還沒有結婚 他就說 既然你想要回來 那我們就想辦法一起回來 對 所以如果 我必須說 如果沒有他的陪伴的話 我或許沒有這麼大的勇 我會把我的勇氣回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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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花蓮的阿美族 吉安鄉的阿美族 那我的部落是 哪倒爛部落 那剛剛有談到說 什麼樣的因緣機會下 我們會決定回來 呃 我想到這個問題 其實我會覺得 是不是因為 也是因為我是阿美族的關係 因為其實 呃 周族是一個男性 男性的 父系的社會 就是 就是以 以男人為主 可是剛剛好 恰恰好相反 我們阿美族是以母系為主的一個社會 呃 我們 部落裡面有很多的 或是 不要講到部落 就是講到自己家庭的時候 很多事情是我們 女性的長輩去做一個 呃 決定或者是 帶領大家 呃 所以我們很習慣就是跟 呃 女性的 長輩嘛 一起一起共識或是怎樣 就是 所以 回到部落 回到 呃 跟著另外一半 回到周族部落 回到特別部落 對我來說 好像不會有一個很強烈的 呃 反對的意見 就是對我來說 我就覺得 欸 跟著我的 的另一半 不管在哪裡 都是家嘛 就是 所以 漸漸的就是 我很容易接受這件事情 而且我會覺得 呃 我可以跟他一起做這件事情 所以不會有什麼太大的 就是 好像說我一定是 男人阿 你一定要 你是要跟著我阿 以前是談到什麼 嫁雞隨機 嫁狗隨狗 你要跟著我 不是我跟著你 可是我對我來說我 我比較不會有這樣的想法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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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也沒有 在那邊沒有老幾、老幾、老幾 收縱,現在多了五年 也沒吃到那裡 老婆娘他們做的給他們 第一天那些人 都在台灣 他們現在回家咖啡 她只能知道她的女生 她在家裡裡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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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裡裡有些人 她們在家裡裡有些人 就... 那我曼年來 我早就在那裡 那天也要丟掉 我沒人家 丟伯伯和丟叔叔 也沒有,就是丟你 阿明,你小心一點 我無所不待 那天就丟叔叔 阿嬤會丟你 用你的咖啡丟發 丟叔叔,丟白無錄 那我說,我一天就是 我一天都價錢 那我一天都價錢 我一天都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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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我一切都價錢 見到達4十個 那我以為 想見道 就説 我所怕阿土的風格 在那裡做了 那裡有很多工作 我怕阿土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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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习惹 Vice 我当时习惹 我老少 announcements 潮水 一聽 因為你會這樣 那時候剛好 我的老公他就建議說 既然我要去做這件事情了 那圓明慧他其實有一個 很棒的計劃 看我要不要去投 那就是精實創業 然後就叫做百萬計劃 那時候他就說 或許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想法 變成寫成計劃書 然後看圓明慧這邊 有沒有機會來去投資我們 那其實滿幸運的 就是在109年的時候 我成為第六屆的精實創業的 獲選團隊之一 一共有20組 然後我們是其中一組 對 那在那一年的時間 圓明慧給的並不是只有所謂的資金 他更多的是有所謂的夜師的輔導 透過老師來協助我們 看我們有什麼樣的需要 迫切需要去改善的地方 對 我那時候其實一剛開始就想說 我既然要做品牌行銷 我要去銷售豆子 我們那時候原本想說 一剛開始就想要開店 那時候老師說 你停 你不要急 你現在要做的是 先把你的品質提升 然後把你的品牌去建立 不要急著去開店 不要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很棒的是 有夜師他有豐富的經驗 透過他的經驗他給予我 把我的道路可能本來很歪 去修成正的 我覺得這是 還滿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畢竟已經回來部落 然後我們也發現 建議發現有一群跟我們 算是志同道合的 一群年輕朋友 就是因為不是只有我們回來 也有一些其他人 也願意回來 承接自己的產業 在這邊發展 在這邊生活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有想說 既然國發會 國家發展委會 會有這樣的一個 青年陪陸工作站 這樣的一個機會 這樣的一個資源 可以據說是一個申請 那我們就會覺得說 我們是不是有機會 可以把握這樣的一個資源 因為畢竟有資源以後 我們可以更好的 去推動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有更好的 去讓我們的 應該說一起學習成長 所以我們就提出這樣的申請 但 那既然要提出這樣的一個 一個計畫好了 去申請這樣 我們就想 那我們要用什麼樣的名稱 我們就想到 因為其實舟族特別的部落就是 舟族的大社 姆社 就是現有舟族的大社姆社 有達邦跟特陸 那我們特陸也就是其中之一 那我們有一個很特別的建築物叫做 庫巴 就是男子聚會所 那男子聚會所 就我們了解就是 它是一個我們舟族傳統的政經教育 文化的一個中心 它其實集結了非常多的功能 在這樣的一個揮揮的當中 所以我覺得 很自然而然 我們就會想說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來成立 透過會所 既然要做創生 要做產業的發展 也許我們可以用 創生會所這樣的一個名稱 去做一個提案 那我們又在阿里山 我們又是舟族部落 那我們就把這樣的意象結合起來 我們就提了一個名稱 計畫名稱叫做 阿里山舟部落創生會所 庫巴 會所它其實扮演非常多功能 又重要的一個角色 所以我們希望說 我們會所這個兩個字 可以納入我們的 阿里山舟部落創生會所 會所裡面 就是有代表這個意義 我們透過這個單位 這個會所 我們一起來這邊學習 然後來一起 大家來做一個交流 我們在回來返鄉以後 然後藉由我們 黑屬咖啡 Ruby的帶領 我們成立了一個 舟族創生會所的一個團體 我們後來也有一個名字叫做 這裡沒有水路 對 就是它的名稱不會那麼硬 就是比較適合大家 就比較好辨識 這裡沒有水路 對 然後我們這個團體 其實我們這個團體最大的初衷 最大的目的 就是幫助留鄉跟訪鄉的青年 對 然後再能造我們這個土地 能有更好的一個發展 我們第一年就是召集我們地方的年輕人 然後認識大家 看大家有什麼專長 大家需要什麼 然後在我們大家所處於的 現在的環境跟產業發展 然後慢慢的去調整 當然我們這個團隊是有一個分工的 就是依照大家的專長 像我的部分 我在產業的領域 裝廠是比較強的 所以我就是屬於 所以我就負責產業的部分 對 就是產業的 產業組的組長 對 產業它是包含在我們地方的一個 而產業就是它不只現有在農務 它也有包括到我們現在正在發展的 一個觀光產業 對 就是比較淺顯易懂的就是一個 找出一個生存的方式 然後讓我去帶領大家 去找出更好生存的一個方式 能夠前進 以前我們是被迫要出去的 對 可是現在的 在愛里山的這些部落的環境 是 其實是有可以生存的空間的 而且是很多 這裡沒有水路就是 我們這一代山林 特別這一代山林 它在我們過去的 過去到現在的保育 動物保育的情況下 它的水路的數量變得很多 不管是在監測的數值上 或者是我們實際去散散農物 還是怎樣 我們都會一直看到水路 它的量體變多了 會變成怎樣 它會開始啃食樹皮 啃食樹皮它黃狀啃食的話 它是啃食還是磨角 啃食跟磨角 對它是啃食跟磨角 都會造成樹皮的那個傷害 它黃狀的話 這顆樹就差不多了 然後它的食物又是一些草 對 所以它水路水路一多 一些草啊樹啊 就會開始有些銳減 銳減的話 它這個山林就會開始變得 只剩下那個植皮都會消失 對 當植皮消失 這個山林資源就會少了 對動物也不想來 就都是水路 對 然後我們我們要講的是 我們這個我們這個團隊 是這邊沒有水路 而這邊有很豐富的山林資源 可以給大家給這邊的 留鄉跟返鄉的青年 去做一個發揮 對 就是用這種 用這種意思去跟 我們這邊沒有水路 我們這邊有很多資源 歡迎大家過來 跟我們諮詢 然後我們一起去發展 這個山木已經不是日本人種的 是民國以後 這個就是為什麼有 那個白血的那個... 那個村啊 其實那個村來都不白 下山而已啊 真的白血是至中來 我這邊想要特別講的是 因為我們本身就是部落的孩子 然後我們是州主人 所以文化這一塊 也是我們的根 也是我們的底 所以我們不管是 課程或活動的話 一定會納入文化 三月的時候 我們就是有到水山村 然後有我們的長輩 有我們的長老 像是我們的老鄉長 陳明利 阿基 還有現任的鄉長 高隊方鄉長 甚至是陳明川 我們的長輩 都有帶著我們到那裡 我們不是只有 單純地走這一段路 而是透過走這一段路的時間 由長輩來跟我們講 他小時候在這條路 發生什麼事情 或者是說 他們在打獵的時候 他們是怎麼打獵的 他們曾經在這邊 發生什麼故事 甚至是祖先的故事 對 它其實是非常有意義 然後就有 可以去跟長輩 去做一個連結的活動 因為我們不希望說 我們只是單純地學習 而是透過互動的方式 來激起更多的活化 文化就是一個民主的根 只是一個生命 因為真正的一個族人 他要怎麼確立他的自信 從了解自己的文化開始 這個是我過去四年當理事長的 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感覺 我也利用很多的時間 跟年輕人來說明 也跟很多我們國小的小朋友 說明 因為這是我們成長的過程 在我們成長的過程的時候 我們對自己的文化的不了解 會讓我們產生我們 對自己民族的不自信 所以現在年輕人 他們也懂得學習以後 從文化的基礎 再到我們的產業 必定帶領他們 創造一個不一樣的生意方式 這就是他們需要從文化裡面 紮根的一個 跟別人不一樣的方式 因為我們這邊的產業 跟很多地方是有七個性 而且也有它的那個特殊性 而且要講到阿里桑 本來就是壓到眾生的一個地方 只要講到阿里桑 就有的時候很難比較 我們去過很多地方 也感受在這樣的一個感覺 所以文化作為一個 你事業的根據的話 絕對對一個產業 是最大的阻力 我覺得文化 文化傳承 文化這個東西它是流動的 對 可能我爺爺那一輩 跟陳明尼亞哥那一輩 他們的文化是一個 他們是一個系統 一個傳統的一個東西 可是文化是流動的 但我們這一代會有不一樣 對 文化會改變 可是我們要記得 以前的是什麼的模樣 對 都要知道 我們才能把這個文化 完整地傳承下去 搞不好到我的下一代 到我的孩子 又是不一樣的一個面貌 又是不一樣的一個面貌 要裝備自己 然後第二個是 反正是我們要去跟這些前輩 這些可能已經走了非常多年 相當有非常多豐富經驗的去請義 怎麼在這麼不容易的情況下 去讓這件事情可以一直持續做下去 我覺得學習反正是我現在第一個所要的 我覺得要先裝備自己的地方 接著選擇 為什麼會議會 跟 沒有新的寶富 pedestal 原來最初步 去選擇 跟不可以 一步 原來 沉 lessly 動作 我一直都准上牧頭 就是不排泥 不排泥 調得它好 它調得魚 heißt 也沒到釁子說 它調得那麼好 對咬殺之餘 就是很難喝 水溝那麼太陽 不排泥 不 include 不要拿到座頭 然後對叔叔祈禾 拿著來...拿著來祈禾 當然我覺得最重要的 還是要感謝 從我決定要返鄉以後 那些願意給予我意見 或是願意給予我資源的 夥伴跟朋友 對 因為我在不同時期 有面臨不同的困境跟問題 或疑惑的時候 我覺得自己還滿幸運的 就是會在對的時間點 然後有朋友或是老師 家人 給我一些建議 那可能就那短短的一句話 可能就短短的那個建議 可是對我來說 是相當重要的改變 或去執行的動力 這條路我還在努力 我還在學習 我還在 持續的要去成長 我現在想做的事情就是說 畢竟我收到滿多人的幫助 那我是不是可以 盡一點自己小小的力量 因為我必須說 因為我還在學習 那透過我的力量去陪伴 正在或想要返鄉 留鄉 創業 就業的青年朋友 對 阿娃伊佩正的張家瑋 阿里山採訪報導 盡量真的很大 也不是和他之間 在歡迎 Q pedi tem規矩 今天為什麼會認真 特別的 надо 要觀看 你 Goodnight 我們本來的是 有些人很開心 ing talk 河俊部落創生會所 wish to hear るび 阿 В В 說 大家好 我是 來自阿里山,特附居的 州族部落 也是阿里山州部落 創生會所的造集人盧比 那目前正在部落有經營一間 小小的咖啡館 叫做飛鼠咖啡 我們今天來賓 我們是我們的創生會所 今天的團員 我叫Fai Amis 我是阿里山州部落 創生會所的團員 我叫Fai 大家好 剛剛我們所看到 這個專題報導 我們一直在說 青年回鄉真的非常不容易 裡面有時候每一個都不容易 我們每一個都不容易 我們每一個都得到 陸畢在賓 我帶來賓 拿回來 很久不容易 我們在賓 賓 那才嫵我會說 所以我想今天 陸畢在返鄉的路程當中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挑戰 或者是返鄉後 知不知道要做什麼 妳們在這邊分享一下好不好 各位 其實在我決定要返鄉之前 其實也很掙扎 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不要回來 對 因為畢竟我們國小 畢業以後 國中 高中 大學 甚至是開始工作以後 一直都是在外地 所以當決定要回去這件事情 其實是很困難的 困難的點 其實剛剛節目也有說過 因為我已經在外面 也有自己的人際關係 然後我也有自己的工作環境 跟生活的習慣了 那如果要回去的話 等於是我要從零 開始從頭去認識這邊 熟悉這邊 對 所以在那時候 光是心裡的這塊 就是還滿大的一個困難 但我還是決定會回來了 對 那是為什麼 就是因為真的是想回家了 對 可是當我說好 我真的已經下定決定說 我要回家了 又被拉回來現實了 因為你回家之前 你要需要想一下 回家我到底要做什麼 就我可以做什麼 我會什麼 所以在那個回來之前的 這段時間 確定要回來 可是還沒回去的這段時間 其實是相當掙扎的 對 所以你那個時候在 這個挑戰過程當中 你最後的決定回來的時候 這個部分能不能再講一下 是什麼樣的突破方式 去結束這個事情 當然我還是要很感謝 我的另外一半 也就是Fly 他其實給予我很大的勇氣 因為他知道我已經在外面很久了 也知道我想回家了 他就跟我說 那我們就一起回去吧 他也曾經跟我說過 只要有我在的地方都是家 所以雖然是我回到 我自己的部落 但對於他也來說 他也是一起跟我 回到我們的家 對 在這邊我想在威迦路碧 在地方還有中央 他有一個這種 普逐的這個資源 那這個計畫 這個當你們知道的時候 是如何使用 那這個地方 透過你在外面 學校 老師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部門 幫助你這些事情 那這邊能不能再說明一下 有沒有對你這一次回來創業 有非常大的幫忙嗎 我覺得有非常大的幫忙 當然我覺得還滿重要的 現在大家都有手機 那其實都有網路 網路上面其實就已經有 太多太多的資源 但是要學習怎麼去尋找 打關鍵字 去知道說 你需要的是什麼樣的 創業的 可能是課程 可能是資金 或者是業師的輔導 那當初我在回來之前的話 還滿幸運的剛好園民會 有一個計畫叫做 金石百萬的計畫 就是輔導金石創業 對 我在109年的時候 就還滿幸運的成為 其中一個團隊成員 對 然後在那過程當中 當然就是 學習到了很多的知識 那我為什麼會知道 這些訊息來源 是因為說 其實真的是要多去看 多去划 就是說當你知道說 你需要什麼樣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去找 其實冥冥之中就是會有一個 講起來有點懸吶 就是一個指引會告訴你說 你該怎麼去做 對 這個地方我想再聽你講述一下 你在這個過程當中說 你曾經有一個老師 特別的建議你 在創業的過程當中 要怎麼去起步 你在這邊能不能再說明一下 祂給你一個很大的啟示 跟經驗 怎麼起步 我覺得說它其實 很重要的是 當我決定要回去的話 我一定要去做 所謂的資源的盤點 對 那什麼是資源的盤點 並不是只有產業的方向 而是說 我自己本身有什麼能力 或者是說我的家人或親人 他們擁有什麼樣的能力 甚至是我周遭附近 有什麼樣的環境或景點 或是我自己本身的部落 有什麼樣的文化背景 這些都要去做一個 全面性的統整跟整合 那當我有這些背景以後 我就可以開始去說 發想說我要怎麼去運用 對 因為這畢竟是我們的 跟我們的底 那我們可以在這個 相當豐富的文化運航之下 去做發展 很好這樣子 像你在 我發現到你們在 這個部落的過程當中 這個很多的一些發展 好像現在目前年輕人 感覺非常的有積極感 那我這次回去訪問 感覺到非常非常的不錯 那在這邊發言 我想問你一下 我們這部落產業 這個地方為什麼會把我們的文化 加入在這個產業上 這個在你們創生會所 有什麼很大的影響 能不能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就是我們這個 阿里山州部落創生會所這個計畫 其實是國家發展委員會 它有推動一個叫青年賠利工作戰的一個計畫 那其實我們在向國發會提這樣的一個 算是阿里山我們州族部落的一個創生計畫的時候 其實我們計畫的主軸就很明顯的是 認識 認同跟認真 那我們為什麼要把我們的文化帶到我們的產業裡面 其實我們在談認識跟認同這一塊的話 其實我們就是希望說 因為像如碧 他也是跟大部分就是跟州族 大部分都有一樣的經歷 就是他在很小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到外地去讀書 所以他其實對於家鄉 對於自己的部落 自己的文化 其實是相對非常的陌生跟不認識 所以我們在這個 推動這個計畫的主軸 就是談到認識跟認同 就是我們希望透過辦理一些活動 例如說像山林見習的活動 了解我們州族部落周邊的山林 然後辦理部落導覽 認識我們的部落文化等等 就是透過這些其他的 這樣的一個活動方式 帶領青年能夠藉由先認識 認識我們自己部落 認識我們自己的文化 然後再帶到 你先有了認識以後 才有可能再談到 文化認同這一塊 對 那為什麼我們要把文化 帶到我們的產業 就是 因為我們的計畫組是 認識認同跟認真 認真是最後面 我們要怎麼在這個地方 好好地生活下去 但是如果我們 在沒有一開始的那個 認識跟認同之後 沒有那個前提 就不會有後面的 那個在地方紮根 在地方生活的一個 一個契機跟動力吧 我覺得 所以我們才會想說 文化是我們的根 我們一定要先讓大家 了解自己的文化 了解自己的族群 認識自己的夥伴 自己的土地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 在發展產業的前提 就必須要先做好的部分 所以才會將我們的文化 放在我們的產業裡面 那我請問一下 這個就是你們的用意跟目的嗎 穿上會守的目的嗎 是這樣子嗎 就是你剛才 這個把文化那裡在 也是穿上會守的目的跟用意嗎 就是我們創生會守的目的 其實是為了幫助 想要留鄉 留在家鄉裡面 或者是從外地 要返回家鄉的一些青年 他們在創業 或者是就業工作的上面 的一個支持系統 這是這個計畫賦予我們的 一個工作的使命跟目的 就是成為一個 這些這群人的支持系統 但我們自己會認為 我們作為一個 在阿里山州部落的一個 創生會所的話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個 我們覺得很重要的使命 就是我們要把我們的文化 傳承下去 所以我們才會讓 我們的計畫主軸定調為 認識 認同跟認真 對 魯比佑我想在這邊 做最後的一個 創生會所的年度的活動 有沒有什麼新的計畫 能不能告訴我們 因為不曉得你們現在 在新的一年有什麼 這樣的計畫 我覺得新的一年 還是會持續不停的 學習跟認識我們自己的 本身的州族文化 所以我們依然會去辦理 像是去山裡面走一走 山林見習的這個活動 那另外的話 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其實我們已經經過 一年的運轉了 透過認同以後 然後如何去運作 運用在我們的產業 所以今年我們還滿強調的 是在商業運轉這一塊 就是如何將自己的文化產業 或是農產品 並不是只有文化產業 農產品或旅遊產業 去做所謂商業模式的運轉 對 所以我們在1月多了 其實也有辦理一個活動 叫做探索部落 特副業部落文化 那其實就是說 希望可以結合 不管是咖啡產業 住宿產業 旅遊產業 還有導覽產業等 還有這樣子的方式 帶著外面的客人 來到我們的部落 進行三天兩夜的遊程 那這樣子的方式的話 其實也是促進 整體部落的經濟的 一種方式之一 所以三轉是今年的一個定調 喔 妳剛才講說就是 在新的一年是 好像你們要辦一個什麼 親自到我們的這個領域 對 傳統領域 妳能不能再說明一下 這個過程 目前還在申請當中 就是我們想要 是不是有機會可以去 男子先兮的 林林吉 對 那本身是我們 鄒族的互拔 就是傳統領域 那如果說 我們想要透過 長輩去帶領的方式 讓我們去認識那邊的土地 對 我們創生會說 這麼的好 一定有很多的故事 能不能跟分享大家好不好 發言妳先講 是 其實我覺得 在執行活動的過程當中 有一件事情 蠻讓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在我們在3月11、12的時候 有來到 帶著 有我們的長輩帶著我們部落青年 一起去 所謂的白雪村 兩天一夜 山林見習 那這個過程當中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其實像阿恩的爸爸 已經很久 好幾十年都沒有上山 去走到自己的一個傳統領域了 然後我覺得在那個過程當中 就是好像有讓我感受到 又重回到以前 就是周族文化那種 就是長輩帶著我們的年輕人 去山林面去學習 去學習怎麼辨識植物 怎麼去設置獵物的陷阱 怎麼去判斷一些學習山林的知識 就是好像回到那個過往的那個 歲月或者是那個歷史的 那個沉浸感 就是我會覺得 我們做這件事情 反過來會覺得 我們做這件事情是 有意義跟有價值的 就是它讓我們 即便我們得到了 像國發會這樣子的 一樣的資源挹注 但是我們還是能夠 有我們自己的想法在當中 就是我們透過 辦理這樣的活動 我們讓部落 不只是部落的長輩 也讓部落的青年人 能夠發現到 其實我們還是能夠 在現今這樣的一個環境當中 去慢慢慢慢的找回 屬於我們自己的文化之一 跟我們自己的價值 我想你最後時間 在創生會的時候 很多感動的事情 那Ruby能不能講 你的個人的這個故事 能分享給大家 我想要講的是 有參與我們活動的 學員的一些故事好了 因為其實在對很多人來說 創業是孤單的 對 尤其是當你從外地 回到部落以後 就等於是 自己重新開始要去學習 然後創業 那其實我們在辦理 這些課程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彼此 互相陪伴的 那在某一場次 其實我當時是辦理 像是成本分析的課程 那就有參與的朋友 他就有說 他很感動 因為他本來認為自己 回鄉創業是會孤單的 可是沒想到 他來到這個課程 這個活動的時候 看到原來在自己的部落 自己的土地上 原來有這麼多人努力地 想辦法要在這裡生活 所以青年會所 有另外一個還滿重要的意義 就是讓回到部落的青年朋友 不要感到孤單 我們今天這個專題報導 非常感謝我們這個 魯碧跟發誼 從阿里山來到我們這個電視台 真的跟大家見面 也分享川中會所 在這個一年過程當中 他們所經歷的過程 我們非常謝謝大家 阿比比雅雅雅雅雅 滿順受 好的 天和堪 天和堅 尊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